這台車已經被我們放到 從停車場移出來的時候已經發不動 汽油幫不掛了 基本上它這個已經有光條了 大燈我們就把它保留 錢包桿把它換掉 換帥的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它後面當初呢 好像有 碰撞 做得很醜 有沒有 第一個是這裡嘛 皺巴巴的嘛 外鏡扭巴的嘛 第二個是這裡嘛 好這個到時候呢 我們要請我們修理廠把它鋰壓給 好不好 我只看外觀跟內裝的部分 基建的部分就交給你們了 我眼睛燈亮著哦 這裡水棒子怎麼會噴的到處都是油 我想辦法用手摸摸看是不是油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你要學芒果啦 這次要來開箱 前後的大包 還有 Gio跟尾翼 這個是前保 跟芒果之前那個還是有一點像啦 因為就是EVO時代的那種 套件的感覺 我會選擇還有這個 那個啊 引擎散熱啊 不覺得這很酷嗎 這個後保 比較難找 因為那個燈啊 一般Lancer燈 比較多改裝Lancer都是 這邊是平的 這種燈就是這邊會多一塊 所以它的後保會比較難找 原本我們是想說要改燈啦 可是改燈 連這個後尾門 整個都要一起換過 所以呢 最後找到這個 其實也蠻好看的 就是保留它原本的燈 然後換這個保蓋 多了一些殺氣 你買什麼而已啊 買一個低調奢華風 是什麼鴨尾 不是是一個小的尾翼 小隻一點的啊 低調奢華啊 這樣怎麼樣 應該還可以吧 感覺跟照片上看到的 些許不同 稍嫌保守 對 沒關係啊 裝上去就知道了 啊 然後這台車啊 因為它原本就灰色嘛 覺得可以保留它原本灰色 但是變一個不一樣的灰色 我想考一個馬自達的那種鋼鐵灰色 可能不同角度下會看到一點不一樣的 我那天有去馬自達的發表會 幫我稍微看一下 你從那邊得到靈感的嗎 對對對 應該還不錯吧 接下來就發包囉 這個是把它原本 它打的膠 把它磨掉 要磨掉 磨掉到時候還要補塗 補塗完 上底漆 底漆完再重新再打掉 這是它原來的 然後它之前打的那個是比較粗 我們就是打它後來再打 它後來再打 原本的就 原本就要轉 到時候再重新再打 到時候再打 然後再打 好,開始囉,請問那個排氣管 我的EBQ 好看 好看齁 我覺得這台的車頭又不一樣了 這是你的企劃嗎? 特別找的 想說要跟芒果不一樣 一定要不一樣的 因為每個人都做一樣就不好看了 要不是百米賽跑 你跑我昨天都一樣的動作 百米賽跑啊 蹲起來跑都一樣的啊 沒有,改裝的東西 就像以前我們在玩四季車有沒有 一樣的東西組裝起來又不一樣了 對,你有想像什麼改嗎? 看有沒有跟這個車風格比較對 搭配一點 它現在看起來是要雙出嘛 一定要雙出 一邊一管是四出 是雙出啊是四出 感覺雙出耶 我剛剛建議 建議挑一個愛心管 愛心好像也不錯耶 還是星星我不會比 不然就是那次這樣嘛 不一樣的 老闆等一下再準備了 我們等一下再跟老闆協調一下 好喝一下 我剛剛有講的 他說聲音大一點點而已 比原本的在 就跨大聲 平常的然後大一點 以不吵到 不要就是走在旁邊 然後這樣 哈囉 不要跟我講 你不要跟我講 對,我們都是越大聲越好 你看他就 呦 大家都知道泰山來了啊 對,泰山來了 好,那我们等一下拍一下 這個過程話說 有段危矩,不能太大聲 太大聲車子會沒有力量 你要大聲的話 再切在一顆處 因為它這裡有一顆 對 這裡有一顆可以 坐大聲 這顆再切掉 好 再換一支蓋處 好 好 假如會亮燈的話 這裡有一個含氧 含氧齁 把它拆下來之後 最後一個這個 這個上去 這樣才不會亮燈 哦 所以聽到了嗎 嗯 聽到了 我給你解釋一下 就是 還是你解釋一下 我跟你說 比較簡單 先換掉就好了 如果真的森林真的不夠 我們才去動前面 為什麼他說不能改太空 因為沒有灰壓就沒有力了 有聲音買一個出來吧 有聲音就出來 這樣就出來了 不夠大聲的聲音都拿到 用切的就好了 一般外面再改 它會整套 它整套都會換 這套又是地套 它換也是地套 整套你會花很多錢 所以我覺得先用後面的好了 對 這是要定做 要定做差不多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對 一個禮拜做好的時候 你再來做 哇 是不是比原廣大聲一點點 對對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阿哲 弄到一半了是不是 對 怎樣 要求救 碰到瓶頸 遇到瓶頸 對 遇到瓶頸要找瓶頸間啊 哈哈哈哈哈 又要開唱歌了嗎 怎樣啊 什麼瓶頸啦 瓶頸內裝啊 內裝怎麼了 旅圈還在找是不是 對 因為不要花太多錢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講不要花太多錢 嗯 沒錯 我看到這大包 你跟我說你沒花太多錢 我不太相信 這大包還蠻帥的 吵一個旅圈 旅圈還在找 然後呢 內裝是怎樣 內裝就是 感覺欣欣的 但是 跟外觀又不太搭 是這個點是不是 對 不行不行 我跟你講 再來就是要省錢 再來不能花太多錢 所以內裝我覺得 來來來你拍一下 它雖然呢 這邊有一些上下車的痕跡 嗯 但我覺得美容做一下就不錯了 嗯 方向盤呢 蠻自然的啊 這清一清就好啦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地方 還有就是一些飾板 有一些小吊漆 哪裡哪裡哪裡 比如 呃 右後邊的那個開門的手把 小小的吊漆 這這樣美容不磨一磨噴漆就好了啊 那裡面它就維持原樣 引擎也原樣 這樣開出去帥就好啦 這樣不好 不香嗎 開帥不開快 對啊 這樣不香嗎 哎 它是不是說安卓機是怎樣 有裝環景 但是沒有前面 就這樣而已 目前它聽音樂什麼都是好的嘛 對 倒車也看得到後面嘛 看得到 那就OK了嘛 不會撞到就好了 計較那麼多 好啦 OK啦 就這樣處理了 我們就當個過場嘛 對不對 減成兩級 要這麼水嗎 可以嗎 可以 什麼水 什麼水 我跟你講啦 你一級播放量十萬 你把兩級塞成一級 嗯 播放量也是十來萬 哦 啊你把兩級 一級拆成兩級 各 各十 也是各十來萬 這樣我們比較賺 流量 流量密碼嗎 不是 這叫做 伯利多蝦 伯利多蝦 哈哈哈哈哈哈 以量自駕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處理啦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了 发意金库 国色天香温柔 娴熟徐海丽 哎来了 耶 耶个屁啊 现在几月了 5月 快6月了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弄的 应该是去年 我们还穿长袖的时候 丹尼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台车要弄那么久 就是一方面烤漆场 可能在排队 找东西也找一些时间 对 我记得当初这台里程数不高 对不对 不到8万 78000公里 你刚刚既然说了这个 找些东西 花了点时间嘛 对不对 那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找了哪些东西 一看就看出来了嘛 那个大包 大包 你一直说观众朋友眼睛瞎了是不是 不会自己看 这边大包啊 我自己觉得很好看啦 这个是什么 10代的大包对不对 这是10代 然后它有一个改装款 FQ400 它的四样 对 这边还有个进风 进气孔 对 中间这个是进气孔 不是雾灯 雾灯是在旁边 对 我看它的单子上面有雾灯 然后还有一个 这边 我们有特别考不同颜色 但其实看不太出来 我知道这里是黑的啦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框是黑的 因为我们本身是这个 灰色的嘛 马智达的钢铁灰 诶 我跟你讲 我当初是不是说 这头灯可以省起来 这头灯是不是没换 对 所以有省到两颗大灯的钱 确实 好那再来呢 我们还有什么地方 有做更动 这个测群是原本车组的 这也算省起来 省起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又省了一个测群的钱 测群就是找 自己喜欢的 不然他想要省点钱 中间也花了很多时间 在等看看有没有 二手 比较适合的 结果一直找不到 最后还是花心的 对不对 对 当初他们有 询问我的意见 说这个寸数 要做几寸 那当然这个 我吃到上到18 应该是会比较好看一点 比较满一点 但是呢 因为我们想到 如果下一个车主 回去 不要让它换胎的时候 心太痛 对不对 我们就还是用 比较 主流的寸数 17寸 苔皮 我们也是用大厂的 念的书 品牌 我们就不讲是什么牌子 干爹 以后 如果有要赞助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时候 我们就会讲 我看到了 我那时候师傅交代水切要换 还有上面的 对不对 这个水切跟上面的四盖 这个都把它换成新的 因为我上次有讲过 我很讨厌 车机很漂亮 然后这边很旧 有些老车翻新嘛 他只做 这个很漂亮 水切不管 我们那种太老的买不到的 我们就另当别论 允许的装作家 这个真的是一个 在整新车子的过程中 CP值我觉得蛮高的东西 双出 这个排气管也有特别 而且它标榜客制化 特别跟他讲 比较特别跟他讲 不要太大声 不要太大声 我等一下听看看 我还以为可以克制化 一踩 没有看到尖叫机 筛排气管 一发奖 来一台 好 我现在就来听一下 声音你说不会太大声 是多大声 就云场的声音啊 正常开车的话是这样 好 正常開車是這樣 然後大吹 看這原廠的聲音啊 不是 你把它弄小聲 這一點非常值得稱讚 但是呢 你花了2萬塊錢 沒聲音 跟原廠一樣 比原廠大聲一點點 我不想吐槽你 我覺得原廠大吹起來 也差不多是這個聲音 真的嗎 真的啦 不過也是得改雙出嘛 因為大包有雙出 你單出就很奇怪了嘛 所以這個也沒辦法 那這個下一手 如果對台車有興趣的人 要買的人 那你就知道 回去不會吵到人 喔還有這個大尾翼 我記得是我要求對不對 其實這算小的尾翼 中的啦 但我覺得這樣比較 不會那麼招搖 倒車看得到後面 喔 你說從那邊看還是看得到後面 可是就不能 你女朋友就不能坐在這邊吃泡麵了 對 就不行 你先要有女朋友 那個啊沒有 你先要有女朋友 腿細一點可以啦 你女朋友腿可以放過這邊 你這種 我記得了 那時候哪邊有撞到 我認真講 熊熊還看不出來 我一打開坦白說 以這個漆的光澤度啊 兩邊比較起來 我之前有跟大家比 是不是一邊比較亮 一邊比較 漆比較新 一邊的漆會比較舊嘛 這個角度一打開 不認真看 我還真看不出來 當初是哪邊 但是呢 認真看就知道 應該是這邊對不對 這邊從這個頂桿下面看就會看到 這個膠用指甲按就是軟的 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膠用指甲按也是軟的 那你對比這邊就沒有膠了 原廠這邊是沒有膠的 有沒有看到 再來一點 原廠這裡有焊點對不對 這個交接縫這邊有焊點 好 那另外一邊 西亞吉的交接縫 焊點是比較少 甚至還有被補掉 你看這個焊點被補 補變得淺淺的 原本應該那麼深嘛 當初這邊操作的 現在整個都磨平了 這個就是我當初的一個重點 就希望說這邊呢 把它弄好來 除鏽完之後再把它封起來 以免以後 從這邊開始生鏽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 受過擠壓再拉出來 那個貼壓已經變薄了 你如果不把它加強 它會從那邊開始先生鏽 來內裝方牌有用嗎 那麼漂亮 沒有 真的假的啦 內裝基本上沒什麼跟動 哇 椅子除了這邊上下車稍微皺 其他都很漂亮耶 嗯 後座應該很漂亮吧 不錯耶 我知道那時候倒車影像是不是GG了 就是我們在測試的過程之中 有一個鏡頭就是秀動 然後就變成說 你環景的有一個地方看不到 所以怎樣環景廢掉了喔 對 變成只有倒車顯影光 喔 欸 蠻清楚的耶 比我們買很多新車回來 都還清楚 哈哈哈哈 而且它內外卡喔 沒有啊 外表而已啦 外表而已喔 喔 這樣看就看出來了 改到這裡 改到這裡 欸 這樣其實也不會很突兀啊 因為我這邊很暗暗的你知道嗎 你還有打燈耶 現在攝影機還有打燈耶 沒打燈其實看真的看不出來 不會啦 我覺得這種灰色你看 這就是給觀眾朋友一個建議啊 有時候我很討厭看到人家那個車 現在很流行貼模 貼那個改色模 然後門一打開裡面那個色差超大 所以這個是中古車廠常用的一個手法 就是如果你要整台烤的話 那你又覺得原本的顏色太土了 那你就找一個比較流行 然後相近的 鋼鐵灰就是近幾年流行的 那外觀看起來呢 也比較符合現在路上在跑的 車子的顏色 主流色 但是門打開呢 不會有很大的落差 還能接受一不小心就沒注意到 也不用坐到裡面花更多錢啦 我跟你講最常用的是什麼車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Artist 2002年的時候 Artist那時候有一個香檳金色 後面已經不流行 香檳金太老氣年輕人不要 我們在整車烤的時候 我們就故意把它烤成銀粉多一點 然後就有一點很像銀色不像香檳金 那個落差就會很小 然後年輕人呢也比較能接受 好啦欸這一次對不對 省這麼多 測群也省了 燈也省了 內裝全都省了 花費應該還好吧對不對 我以為還好 一開始以為還好 要剪起來要剪起來 屌放在這邊給大家看好不好 也是蠻可觀的啦 好不好 而且比當初買車的價錢還貴 真的假的啦 真的 整體車的錢比買車的錢還貴 對 那比較多的費用是花費在全車烤漆上面 對 因為它烤漆它可能還包含了這些大包的安裝啊 校正還有後面的那個 撞到的洗壓給的部分 因為那個修飾的部分呢 靠的都是師傅的手工去做的 比較有經驗的師傅做出來的 跟年輕的師傅做出來的 可能就不太一樣 如果我做我覺得我會更歸嘛 我會看這邊的點是怎麼樣 我就拿那個釘子的背後有沒有 補土補完之後我就拿釘子的背後 然後相對位置再壓一下 然後再噴氣 要不然就用那個免洗塊 那些焊點看起來 大小那個直徑就跟免洗塊 或者是木釘的後面 背後釘子的背後差不多 點一下點 壓一下 這樣兩邊就都會有對稱的焊點 就削你們這些菜鳥 最貴的就是這個啦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大包也很貴 那還有再來就是你的輪胎跟框 輪胎跟框兩個加起來 胎圈加起來就三萬多塊了 是啦要啦 你們現在17圈其實我們換的是國產圈 胎我們換的是日本胎 對不對 兩個加起來也是要這錢 好啦 反正這個 大家觀眾朋友齁 也有看到這個詳細的品項內容了 希望這一次丹尼的這個 作品 穿作品嗎 我好像也沒弄什麼 沒有沒有 那個嘛發想 發想 跟進嘛 吹修理場師傅嘛 吹了還是有點久 還是過程還是 你說整理的過程還是要吹很久 對對對 哪一種 時間 就算吹了時間還是很久 過程還是很久 多吹幾次嘛 吹著吹著他就 好啦好啦我先幫你做 你弄到他舒服了 他就會先幫你弄 我是弄到他煩的 弄到他煩 對 吹到他煩就對了 那也不簡單 好 好啦那喜歡我們類似的影片也要記得幫我們多分享訂閱 開啟小鈴鐺 留言鼓勵讓我們遲到 這個燒錢的企劃 這個企劃越來越少了 做了覺得流感率不夠就越來越少 我們現在弄這個車通常都是自嗨成分巨多 對 沒有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然後趕快 不要看我 你要希望大家喜歡是要看他們 去前面 去前面跟大家講 希望大家喜歡啦 然後我們上架就趕快賣掉 或許下一台翻新會比較快 如果喜歡這張翻新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大概可以了嗎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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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π要請訂閱 ��는小鈴鐺 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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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遇过那个看小肢又长姿势了 老掉重体了 以前那个Azio的蓝绿色 以前遇到一个客人 他从新车开始开了十几年 他从出厂开始行照上面就写蓝色 某一次他回监理站验车的时候 监理人员跟他讲说 你这是绿色 你行照写蓝色 你要改颜色 他说 哇塞 十几年啊 当初新车出来行照的蓝色 我不能考过的差啦 原妻欸 不改绿色验不过 不给你验 你怎么办 蓝色怎么会推到变绿色啦 你的蓝是怎么退 你说的蓝是什么啦 太阳照射 所以你在帮 你看 你这个人就是不懂风向 我现在在检讨监理站的时候 你在帮监理站说话 我刚刚不 反正我意思是说 以前真的很多都是靠眼睛判断 不过现在其实也还是 没有仪器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颜色的判断 都还是应该 没意外的话都还是监理站的人员眼睛 去判断的